哈利路亚 何等恩典 让我们能够聚在这里 一起来领受上帝的启示 神的启示呢 会透过异象异梦 会透过文字和声音 感谢神哈巴古书呢 他告诉我们 神向哈巴古 这个人所显出的异象 那神也希望哈巴古呢 把神给他的异象呢 能够明明的向众人说清楚 而且呢 要写在板上 写在板上 圣经当中没有告诉我们 那个板呢 是木板呢 还是泥土的板子 还是石头的板子 总而言之 要写出来 而且呢 要让大家容易看见 容易明白 所以呢 哈巴古呢 就 按照圣灵的引导呢 就写了这一卷书 我们称它叫做哈巴古书 大家说哈巴古书 哈巴古书 那哈巴古书呢 非常非常特别 因为呢 在短短的三章的经文当中 我们中文圣经呢 只用了三页 三页 然后呢 却提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 其实都是哈巴古这个人呢 他一直要寻求的答案 那我的信息题目呢 叫做谁听懂心跳 我们人人都有心跳 中医啊 要透过整脉 心跳 脉搏呢 来了解你身体的状况 那到底谁听懂心跳呢 在哈巴古书里面 当然哈巴古的心跳 哇 非常非常的急啊 急切的要知道说 上帝啊 我需要答案 上帝啊 我要明白你的旨意 上帝啊 我要触摸上帝你的心跳 哇 这不得了哦 哈巴古 他跟上帝的关系 好得不得了 为什么呢 因为哈巴古的爸爸妈妈 在他出生的时候呢 给这个宝贝的儿子 取了什么名字 哈巴古 那哈巴古是什么意思呢 抱抱 大家说抱抱 我们的 我们的威尔森 是一个最可爱的弟弟 两个姐姐讲说 她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弟弟 我好爱她哦 为什么呢 因为她跟姐弟呢 一定要常常怎么样 常常抱抱 对不对 所以两个姐姐呢 要常常抱抱弟弟好不好 弟弟也要抱抱姐姐好不好 所以呢 很可能 这个孩子呢 他从小呢 就希望跟别人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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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爸妈就给他取什么名字呀 抱抱 哇 这个名字太可爱了 太亲切了 因为人人呢 都需要抱抱 夫妻之间呢 需要抱抱 儿女呢 希望爸妈能够抱抱 说真的 爸妈太忙太忙了 连抱抱孩子的时间都没有 认为说给他20块钱 就已经满足他了 其实孩子呢 需要的不是钱 孩子需要的是什么 是抱抱 而且不是抱一秒钟 要抱几秒钟啊 抱几秒钟 肉依你说要抱几秒钟 需要抱几分钟啊 一直不是抱 一两秒那种敷衍 随便 随便 要抱几分钟 在抱抱当中呢 看看他的心跳如何 看看他的呼吸如何 热切的 真诚的 完全的 彻底的 去关怀他 去拥抱他 去付出爱 去活出爱 所以呢 透过哈巴谷书 我感觉到 有三种心跳 一种心跳呢 是哈巴谷的心跳 一种呢 是上帝的心跳 还有呢 还有是 迦勒比人的心跳 因为这一本书呢 告诉我们的 这三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 那谁熟悉呼吸 谁熟悉呼吸 呼吸呢 是神给人的 一个特别的恩典 那我们常常听到 有些人讲说 哎呀 你们信仰耶稣基督人 非常霸道啊 只有新耶稣才得救 只有新耶稣才能够进天国 只有新耶稣基督才能得永生 哎呀 我实在接受不了 那我们要常常问大家了 上帝呢 在自然的地理当中呢 告诉人说 人一定要呼吸空气 才能生存 那你今天 跟空气讲说 空气啊 你怎么那么霸道 一定要呼吸你 才能活 不呼吸你 就不能活 我就不信 我就不呼吸 OK 那你不呼吸 试试看 你能活下去吗 所以你不能责怪空气霸道 因为这是神给人的一个定律 所以呢 呼吸是每一个有生命的人的一个自然的恩典 神给你空气 请问是免费的吗 免费的 你知道吗 你要活着一个最大最大的条件 就是要如何 要呼吸 要呼吸 我们可以进食几天 可以不喝水几天 可是呢 你可以多久不呼吸 几秒钟 一分钟两分钟 所以能呼吸就是上帝的恩典 那我们熟悉我们的呼吸吗 其实呼吸是非常重要的生存条件 可是我们有没有研究过呼吸 我们有熟悉我们的呼吸吗 我们也常常讲说 对于基督徒来讲 祷告是什么 祷告就是呼吸流淀 呼吸就是祷告 所以哈巴谷书呢 也告诉我们 哈巴谷这个人呢 他非常的听懂上帝的心跳 当然上帝也非常懂得哈巴谷的心跳 那谁熟悉呼吸呢 当然上帝熟悉呼吸 因为上帝呢 创造空气 上帝呢 创造 有一个呼吸的本能 那哈巴谷呢 他有没有熟悉上帝的呼吸呢 当然我们知道上帝是个灵 我们现在只是透过迷人化 来思想 上帝也呼吸 好 那哈巴谷呢 更像我们述说 谁掌管生命 非常重要 到底是我们的生命呢 判灾难 大家说 如何面对困惑和灾难 人的一生 其实有相当相当多的困惑 有些人对困惑呢 是要追根究底 寻找答案 如果没有找到答案呢 他是穷追不舍 永不放弃 那哈巴谷这个人呢 很特别 很特别 他面临人生的 栩栩栩栩栩的难题的时候呢 他不放弃 他呢 不灰心 他呢 祷告再祷告 寻求再寻求 一定 不要逃避 他心中的这种呐喊 也不愿意糊涂的 随便的来 相信 他向上帝 这位真理的神 这位答案的主 来祈求 上帝啊 求你 向我显明 你的旨意如何 上帝啊 求你 求你 彰显 你的计划 所以呢 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 就是三个重点 三个重点 第一个呢 就求问耶和华 大家说 求问 哈巴谷呢 他求问耶和华 这是一个最正确的方向 你遇到任何问题呢 我们常常呢 去求家人 求亲友 求老板 求同事 但是呢 我们最应该寻求的对象 是 耶和华 所以大家说 求问耶和华 求问耶和华 上帝希望你呢 跟他求问 甚至呢 上帝还希望你跟他辩论 我们的神非常慷慨 好 非常非常的 大度啊 受造物 来和创造者辩论 上帝说什么 非常非常欢迎你 你说 哪有这样一个上帝啊 所以我们要求问耶和华 第二呢 要等候耶和华 要等候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呢 他有他的时间表 我们人呢 是看一天呢 就是二十四小时 但是有些人呢 度日如年 那上帝呢 看一天 有时候是看他 当做一千年 上帝呢 有时候又把一千年呢 当做多久 当做一天 所以人的时间呢 和上帝的时间呢 是角度不同 看法不同的 所以呢 我们要等候耶和华 三呢 哈布尔古 他求问 他等候之后呢 他终于有了 非常让他满意的答案 而且呢 自从他 和上帝抱抱 他就跟上帝更亲密 所以呢 他就不再看环境 不再看别人 不再看自己 不再看日光之下的 种种的灾难跟困惑 他单单看谁 单单看上帝 哈利路亚 所以呢 他就回应耶和华 耶和华一看到他 已经转眼看我 不再看世界 耶和华呢 就自然而然 把那属天的信心 把那救恩的盼望呢 大大的赏给他 所以呢 他就能够靠 耶和华而欢心 而喜乐 所以我们 透过哈巴古书呢 有很多很多 保障 要去挖取 有很多的真理呢 可以向我们启示 我们现在找到 主我们 透过哈巴古书 知道 你是 掌管 生命 掌管 历史 掌管 邦国的 真神 上帝 主我们也透过哈巴古 这个人 知道 他是一个 与主 亲近的人 主啊 实在 恳求你 透过这篇书 向我们 说你要 说的话语 好 让我们 面临 这败坏的 罪恶的 淫乱的 荒谬的世界 知道怎么样的 做选择 怎么样的来 应对 主啊 实在 恳求你 把那 叫哈巴古 祷告的灵 也赏赐给我们 叫我们 对 真理 对信仰 不是随便 或盲目 我们乃是 深知所信 也深信 所知 如此祷告 奉主 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所以 我们刚才讲到 哈巴古呢 他的名字 是什么意思 就是拥抱 拥抱跟抓住 拥抱跟抓住 那他是一个代导者 是殷勤 祷告的人 虽然跟上帝 祷告 祈求 上帝呢 久久都没有答应 他跟上帝 呼求 哀告 上帝呢 依然是 静默不言 他是不是就放弃 祷告了 他还是继续祷告 继续 紧抓不放 因为他的名字呢 就是要抓住 抓住之后呢 就是要报告 所以呢 他就更想要 抓住 神 更想要求神 来显明 上帝 你的计划 你的旨意书 如何 所以哈巴谷呢 第一章第一节 和第三章第一节呢 哈巴谷就自己述说 他的职份 是做什么的 他说他是先知 他是先知 所以第一章说 先知哈巴谷 第三章又说 先知哈巴谷 所以他非常清楚 他一生的职份 是什么 是先知 是先知 先知呢 就是要传扬 神的旨意 可是神的旨意 我不清不楚 我如何去传扬啊 所以他自己呢 也陷入一个困惑当中 然后呢 他很有可能 是立位人 冯小泽 这个立位呢 是雅各的 十二指派当中的 一个指派 是被上帝 拣选呼召 成为侍奉上帝 在圣殿里面 来做各样的管理 各样的事务的 工作人员 那他呢 又有一个呼召 就是在唱诗班里面 要唱歌赞美敬拜神 所以他是一个唱歌的人 那在历代至上的 二十五章第一节 告诉我们 在诗班唱歌的人呢 他除了会唱歌之外呢 而且他也常常被圣灵感 感动说出上帝 让他说出的预言 所以我们晓得哈巴谷呢 他的确是一个打抱的人 唱歌的人呢 而且还是一个会说预言的先知 他做先知的时期呢 是和耶利米的时期 几乎相同 我们不久前呢 才思想过耶利米书 那耶利米那位先知呢 我说他是末世的先知 大家还记得吗 末世先知 因为呢 他处的那个国家呢 在他还活的时候呢 他亲眼看到 犹大国的灭亡 所以是末代的先知 那我们就称他是哀哭的先知 因为耶利米呢 常常为国家 为百姓呢 痛哭 痛哭 所以我们就称他是哀哭的先知 那哈巴谷呢 我们常常称他叫做 先知中的约伯 约伯 因为他受很多的苦 那约伯呢 是为自己所受的苦难呢 去研究 去探索上帝啊 你为什么让我受苦 那哈巴谷呢 他不是为个人的苦难 他是更为国家的苦难 而去探索 而去询问上帝 上帝啊上帝啊 你为什么让我们国家 要遇到这么大的苦难 哈巴谷的时代呢 北国十个支派呢 已经亡国了 是被亚述大帝国 大军犯禁 然后把北国以色列 全部给灭亡掉了 那现在呢 南国 尤大国呢 也遇到存亡 存亡为己之秋 所以哈巴谷说 哈巴谷呢 面对这样的处境呢 他纳闷 他寻求 他祷告 可是祷告多久呢 第一章 第二节 哈巴谷说 耶和华 我呼求你 你不应允 要到几时呢 从这句的问话 我们晓得 哈巴谷 他祷告几次 一次 两次 三次 一天 两天 三天 一个礼拜 两礼拜 三礼拜 好弄 好弄 你要到几时呢 还要多久啊 你才回答我的祷告啊 这样的一个人呢 他这么亲近神 他熟悉上帝的呼吸 他听懂上帝的心跳 可是呢 还在揣摩 上帝啊 你的旨意可以清楚吗 可以明白的告诉我吗 可是上帝呢 依然如何 依然默默不语 你说 我们如果碰到这样的话呢 请问你还祷告吗 早就放弃了 对不对 因为人的耐性是有限的 而且世界上呢 有好多好多其他的目标呢 等着你去追求 等着你去完成 可是哈巴谷呢 他一心一意的 不放弃 祷告 继续祷告 继续祷告 而且祷告呢 你看 圣经说什么 是呼求 等于是呼叫祈求 然后呢 又哀求啊 很有可能呢 他也是哀哭在祈求啊 然后呢 我们回到大纲啊 从第一章当中呢 我发现 哈巴谷书啊 总共有 刚才第一个是 好弄 要到多久呢 要到几时呢 你才听我打报 然后呢 然后呢 有五个 抛抗 五个外 五个外 所以大家看啊 接下来呢 还有 一章的十二节呢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上帝啊 你不是 从耿鼓 而有的吗 你不是 圣洁 信使的吗 他就有点的 质问上帝 在他的挣扎当中呢 因为关系特别好 所以他就敢跟上帝辩论 敢跟上帝质问 然后上帝啊 你不是从耿鼓而有的吗 又是一个问题 然后在一章十七节呢 他又问上帝一个问题 十七节说什么 他说上帝啊 这个敌人啊 这个迦勒底 这个巴比伦的 这个国家的部队呢 他 岂可以 屡次 道工 网罗 将列国的人 时常杀戮 毫不顾惜呢 上帝啊 你怎么可能纵容 这个仇敌 就巴比伦 迦勒底人 他们杀 入 列邦列国 然后呢 把这些俘虏呢 都残忍的对待 而且这个俘虏之多呢 多如海沙 多如沉沙 这么多的俘虏 因为家族的人呢 他是非常的凶残 非常的强暴 毫不顾惜人的性命 把人的生命呢 当成草 草一样的 然后到处残沙 然后呢 有这么多的问题 我把它归纳成两个 归纳成两个问题 A呢 就为何耶和华 纵容恶人 在犹大国横行 哈巴谷 当然他认为他是义人 因为他怎样 他肯定是遵守 上帝的各种清规戒律 遵守摩西律法 那哈巴谷呢 也一定有一些同伴 也是义人 可是呢 他们也知道说 我们这些好人 我们这些敬畏上帝 遵守律法的人呢 却被很多很多的恶人的欺负 那犹大国 在那个时刻呢 有很多很多的 无法无天的 罪大恶极的恶人 他们呢 到处拜偶像 行淫乱 甚至呢 把偶像放到圣殿里面去 你说是不是 颠覆圣殿 羞辱上帝 实在大大的得罪上帝啊 所以哈巴谷这群艺人呢 他就非常非常的感伤痛苦 他不是为自己痛苦 他是为国家痛苦 为百姓痛苦 弟兄姐妹们啊 我们常常来到圣殿 问你个人常常祷告 你祷告什么 哎呀 上帝让我身体健康 哎呀 上帝让我找好工作 比如哈巴谷祷告什么 就是为国家祷告啊 为百姓祷告啊 为社会要有公义 要有和平而祷告啊 所以这样的人呢 当然在神典观当中 是个义人 可是当时呢 像他这样的义人呢 是寥寥可数 几乎全部的 犹大国的 这个上智君王 下智犯不守足 所有的人呢 都是犯罪 都是羞辱上帝的人 所以呢 他把我就问上帝说 为何耶和华上帝啊 你纵容 纵容这两个字呢 有点责怪上帝啊 你纵容恶人 你不刑罚恶人 你不管叫恶人 你竟然纵容恶人 在你选民的国度 犹大国呢 在那里横行强暴犯罪 哈巴古这个问题呢 你知道他问了多久吗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为何耶和华派定更恶的人 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 哈巴古承认 犹大国有很多很多不义的人 是恶人 可是呢 上帝啊 你竟然要派 比我们 比这个 比我们更恶的人呢 来惩罚 来治理 犹太人 来治理犹大国这些恶人 这岂有此理 我看不过去啊 上帝啊 这个 对你这样的 处罚方式呢 我难以接受啊 你要派什么 要派实权实美的人吗 那不可以派什么 派比我更恶的人呢 来惩罚 我们国家的这帮恶人呢 所以哈巴古呢 他非常非常的不明白 他面对 他这些不明白呢 他不是埋怨 大家晓得 我们的上帝呢 是最恨埋怨的 埋怨的 犹太人呢 他们被摩西 带领出埃及 在 幻影当中呢 有多次的埋怨 上帝是非常非常的气愤的 所以如果哈巴古 他的所有的求问 所有的辩论 是埋怨的话呢 上帝会不会理他 上帝不会理他的 上帝还要审判他 所以肯定 哈巴古呢 他不是埋怨 而是认真 不逃避 他心中的这些疑问 他可慕 认真要去找答案 所以呢 他就向上帝求问 向上帝祷告 然后呢 不但是用口 用言语去祷告 而且呢 他要把它写在书上 写在文字上 所以 求问耶和华 是正确的态度 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会面对困惑 甚至呢 会面对灾难 哈巴古 所面临的灾难呢 竟然是 北国已经亡国了 南国呢 上帝已经告诉他说 我要借着巴比伦 这个新兴的巴比伦大帝国呢 来把列国呢 吞并 最后呢 还要把犹大国 就是也消灭掉 所以 哈巴古呢 就非常的纳闷 非常的不解 接下来呢 他就等候耶和华 他祷告 相当长的年日了 上帝一直没有 很清楚的回应 但是呢 他继续祷告 再祷告 这是一个带导者 一个守望者的 基本天职啊 是不能放弃祷告的 神既然 给你这样一个 祷告的呼召呢 就像我们教会的 婉真姐妹一样 他非常清楚知道 他自己呢 被神呼召 成为一个守望者 那婉真姐妹 其次他个人跟家庭呢 也有很多很多需要 可是呢 我认识他十一年了 几乎没有看过 他自己或他 要求牧师师母 来为他个人祷告过 他整个心思为谁祷告啊 都是为世界 为国家 为教会 哇 这样一个人 是个祷告的人 是一个良善中心 有见识的代导者 守望者 但是呢 虽然像他如此的爱神 亲近主 那是不是 他祷告 上帝就马上回来呢 就像哈巴谷一样 哈巴谷 祷告再祷告 上帝有没有马上回答 没有回答 所以呢 所以呢 等候耶和华 他等啊 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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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呢 终于等到了 所以我的A呢 就是 耶和华回答了 第一章的 第五节 第一章第五节 你看 耶和华如何回答 耶和华说 好 所以是上帝说话 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 来 我们再念念 好 来 用来说 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 大大惊奇 因为在你们的时候 我行一件事 虽然有人告诉你们 你们走是无形 好 回答答答 好 这里呢 上帝很清楚地回应 哈巴谷的 祷告了 上帝怎么回答 他说 你向列国观看 观看什么 我早就兴起了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这个国家呢 叫做巴比伦 大帝国 这个民族呢 叫做迦勒底族 迦勒底人 如果我们晓得 亚伯拉罕呢 他的老家 本乡是哪里啊 是迦勒底的吾尔 大家还记得吗 上帝呢 因着亚伯拉罕 在寻求真理 寻求公义 他不认为 这些人手 所雕刻出来的 金银铜点 木头石头的偶像神明呢 是真神 所以呢 亚伯拉罕就一直跟上帝 跟这个创造者寻求 上帝啊 真神在哪里 真神在哪里 结果呢 上帝的呼召就临到亚伯兰 他之前的名字叫亚伯兰 结果亚伯兰呢 就被上帝引导 要离开他的本地 本家 本族 那是什么地方 就迦勒底 所以迦勒底 乃是一个充满偶像 淫乱 罪恶败坏的地方 后来这个地方呢 大家晓得就是 巴别塔 最后呢 就成为巴比伦 大帝国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邪恶的 非常强暴的族群 还有这样一个国家 然后上帝呢 就跟哈巴布 回答说 你向列国关汉 看什么呢 汉已经有一个国家 兴起来了 有一个民族呢 被我使用了 然后呢 这个民族呢 虽然非常的残忍暴躁 它呢 已经侵略了 吞并了 很多很多的国家了 它即将要成为 在两河流域 在欧亚非三 欧亚非 这三大洲的枢纽的 那个地带 要成为一个新的大帝国 所以 耶和华上帝回答说 你看看 你看看 像列国看看 有哪些国家已经被侵略了 有哪些国家已经被吞并了 你去看看 这是我 我做的 是我兴起的 所以任何国家 任何民族 任何战争 其实掌握在谁手中 上帝手中 如果没有上帝允许 中东不会有战争 如果没有上帝允许 朝鲜半岛 就不会有战争 一切都在乎神 所以 哈巴古 他得着的一个答案是什么 列国都在谁手中了 在我的手中 现在有一个国家 巴比伦帝国兴起了 现在有一群人 加勒底人 兴起了 其实呢 都在我的手中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 一个写明啊 然后 一章呢 第五节 到第十一节呢 上帝还亲自的 向哈巴古介绍 这个民族啊 这个加勒底人呢 他的凶猛啊 是比暴更快 比财狼更狠 而且呢 他又像老鹰一样 抓得非常非常的准 如果他要攻哪一个国家的话呢 那个国家会如何 很快的 就被像老鹰一样的抓住 然后呢 很快的就被财狼 被豹一样的 全部吞吃掉了 所以上帝形容说 这样的加勒底 这样一个民族呢 虽然残暴呢 还是在我的手中 虽然他这么的邪恶呢 我还是要使用他 哇 这是很特别的 所以啊 我们就晓得 这个北韩的金正恩 金三胖啊 你说上帝会不会用啊 你说川普总统 上帝用不用啊 虽然民族党 有很多人 就是非常的气愤 也相当 把他抹黑 可是上帝用不用他 上帝用的 所以呢 我们要向列国观看 一个基督徒 我们不是单单看自己的需要 基督徒要看什么 要看列邦列国 所以你要看新闻 你要看微信 如果你没有时间 就看报警 看媒体 很多资讯的话呢 你只要看何牧师 发的朋友圈 很多国家大事 我都会重点的栽药 所以 我们要向列国观看 看神都在 做事 你不要以为神没做事 神都在做事 所以神说什么 第一章 第六节说 我必兴起迦勒比人 让迦勒比人呢 来吞并 四周围的国家 听懂吗 所以迦勒比人呢 所以巴比伦帝国呢 就战胜了 亚述的 一些 亚述帝国 当时是最强盛的 可是慢慢慢慢又弱了 最后呢 被巴比伦帝国给吞并 那巴比伦帝国呢 又战胜了埃及 埃及本身 以前就是个强国 他又战胜了埃及 所以把周围的小国 又全部吞并了 结果呢 上帝说什么 上帝说 我要借着巴比伦帝国来吞并 我选您的国度 有大国家 你看看 上帝的选您所成立的国家呢 如果犯罪作恶 上帝依然要 审判要刑罢的 因为上帝是 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 所以 哈巴谷呢 他在导播当中 求问耶和华 结果呢 上帝终于给他答案了 第一个答案是什么 所以耶和华回答A 他回答A的 那个问题就是 向列国观看 结果呢 哈巴谷就观看 观看观看 发现什么 发现真正的 加热比人 所成立的国家 竟然呢 已经吞并了 周围很多的国家 然后我们来看几张图啊 先把那个地图找出来 就两河流域的 地中海的地图找出来 可以吗 没有 看一看 早就发了 就是 那 那个地图呢 有告诉我们 就是 科威特呀 伊拉克呀 伊朗啊 然后 土耳其呀 就是两河流域 我们稍微有点概念哈 就是两河流域大家知道吧 两河流域 就是右巴拉底河 和底格里斯河 两河流域呢 它的北部呢 当年是亚述帝国 亚述大帝国 南部呢 就是巴比伦大帝国 巴比伦大帝国 那亚述帝国呢 越来越衰落 最后呢 被巴比伦大帝国 就战胜了 所以就进入了一个 新的帝国时代 就是大巴比伦帝国 那大巴比伦帝国呢 神说 也是我 也是我 兴起的 是我掌握的 所以你不要怕 你不要怕他来 他来攻击你 你不要怕他来 这个残杀你 你最爱怕的是谁呀 我 因为 一切掌握在 我的手中 我是拥有至高的主权 好 看看 放大一下 这个地图呢 看它可不可以放大一下 因为有点模糊呢 我们看到 有没有看到伊拉克 看到伊拉克 大家知道伊拉克 我们的 就是以前的布希总统 加上小布希总统呢 就是 出兵 去攻打伊拉克 最后呢 伊拉克的 那个叫做 萨达姆 对不对 萨达姆大家知道吧 撒旦胡森 最后呢 就被美军 活捉 然后呢 就将他猝死 萨达姆呢 他的梦想就是 他要建造 他的国家 就像当年的 巴比伦大帝国 因为巴比伦大帝国呢 那当年的建造呢 就好像 戴伊里书所说的 那是一个金头 是金头 金碧辉煌 非常的雄伟 坚固 因为他的城墙呢 城墙是 双 就是双城的城墙 然后 可以有六部马车 在城墙当中 并驾齐驱的 然后 外面呢 又有护城河 然后呢 有很多很多城门 都是根本攻不破的城门 所以 撒旦胡森呢 他就 立定心志呢 要 让他的国家 能够恢复一下 巴比伦大帝国一样 而且 巴比伦大帝国呢 他有一个 就是文化遗产 就是 空中花园 当年呢 空中楼顶 有花园 这是不得了的 当年 那撒旦胡森呢 沙达姆呢 他也希望 让他 任命 能够建造空中花园 但是呢 他梦想没有实现 就被美国给 斩首了 所以 我们晓得 这是伊拉克 右边是伊朗 那左边呢 是叙利亚 然后呢 大家看到 这个 以色列了吗 看到以色列了吗 所以 以色列 以色列是一个 非常非常小的 国家 一个非常小的地方 那面对 这么多的仇敌 那声音说 你向列国 观看 观看 北边 东边 东南边 加上南边 很多的国家都如何料 都被 巴比伦帝国 吞灭了 结果呢 现在呢 巴比伦大军 正要 进攻 犹大国 我都在做 我都在做事的 所以 哈巴谷啊 你在 你在说 我不回答祷告 其实呢 你一祷告的时候呢 我就在什么 我就在调兵潜将了 我就计划 要来刑罚 犹大国的恶人了 那 哈巴谷呢 明白之后呢 可是他觉得说 上帝啊 你用这种做法呀 让我不容易接受 因为呢 加上底人这么邪恶 然后呢 你竟然 用更邪恶的人 来惩罚 来治理 这个恶人 他不能接受 然后呢 他呢 就继续打告 那继续打告呢 他就找一个 非常安静的 让他能够 专心的 一个地方 结果呢 他没有在他家里 为什么呢 在家里会有什么 采米油盐 酱醋茶 让他有思虑 烦扰 心理忙乱 不能专心 祈求 等候上帝 所以呢 第二章第一节 他把我就选择 去哪里打不 去守望所 要到望楼 好 我们来看前面 我要站在守望所 立在望楼上观看 看耶和华 对我说什么话 我可用什么话 向他诉耶 好 所以 他第二个问题 就是上帝啊 上帝啊 上帝啊 你如果 拆派 好人来 刑罚 我们犹大国的恶人 我就阿们 我就同意 可是呢 你向我写 你要拆派 这么邪恶 强暴的 加勒底人 巴比伦国 要来 要来教训我们 我不能接受 因为 他呢 实在 坏到 无法想象 那我们虽然坏了 至少我们还信谁 我们还信上帝啊 结果他们呢 他们是完全 不信上帝 只信 所有的偶像 所以呢 他把我就受不了 他呢 就选择一个地方 去哪里 去守望所 去望楼 那在那里 可能是 彻夜祷告 因为望楼呢 是一天 二十四小时 白天 晚上 都有人在那里 做守望 祷告 免得呢 任何敌人 风吹草动 那国家 人民呢 就受到伤害 所以呢 望楼 那我们中国 大家晓得 我们当年的 秦始皇呢 统计六国 就在 我们中国的北边 组了什么城城 万里城城 万里城啊 每一个万里城 你知道有多少望楼 有多少的守望所吗 对不对 所以 同样的 很多国家呢 为了要 所谓自己的国家 特别都在边境呢 有所谓的望楼 那我们的川普总统呢 目前在美国跟墨西哥 边境要建造什么 建造围墙 建造围墙 那围墙当中呢 那你说 现在是派四千个军人 要去那里建造跟守卫 所以哈巴谷呢 他就上守望楼 到那里 警醒祷告 他不是去守望楼 在那里观光 在那里呼吸新鲜的空气 他也不是上守望楼呢 反正没人管我 对不对 我就在那里好好休息 好好睡觉 他上守望楼 更是 进行祷告 毫不松懈 一点都不会放松自己 是深深淡淡淡的都在观看 观看什么呢 观看列国 观看 静动的静动 然后呢 观看到底 他要如何来准备 如何来呼召 如何让犹大国 一些艺人呢 更知道上帝在工作 结果呢 上帝如何回答 回答 就是一的问题呢 上帝就很清楚地跟哈巴谷说 我给你异象 我给你异象 而且你要把这个异象呢 写在板上 明明地告诉所有人 我们来看一下英文圣经 怎么来讲这个异象 打开 异象 我们这个中文圣经呢 翻译成默示 默示 来看一下英文圣经 请放到 默示呢 我们就晓得圣经呢 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诸责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意的等等 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或是神所呼出的 然后呢 这里呢 提到 你看看 二章二节 他对我说 将这默示明明地 写在板上 使读的人容易读 然后呢 李正宗的版本 他的翻译是 永恒主 回答我说 将异象写下来 所以这个默示呢 可以翻译成异象 然后使他清清楚楚的 在板上 让读的人 虽快跑 也读得来 所以代表呢 那个字呢 一定是很大 很清楚 然后呢 那英文的圣经呢 大家看 所以那个默示呢 英文圣经 NIV版本呢 是写成 Revelation 也就是启示 好 那ASV版本呢 大家看 And Jehovah answered me And said Write the vision 所以那个默示 英文是什么 是Vision 所以Vision的中文是什么呢 也就是异象 所以同样一个 希伯来字呢 可以有默示 或启示 或是异象的翻译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翻译成 我们目前所常常说的异象 异象 为什么呢 因为像我们教会呢 有些人 他有异象的恩赐 有些人呢 也常常被神感动呢 做异梦 异梦呢 不是你的白日梦 不是你的 白天有所思 夜有所梦 异梦呢 还是神 为了要告诉你 某些特别的事物呢 而赏赐给你的 一种独特的 独特的异象 那叫异梦 所以 所以这个 哈马虎呢 他在望楼当中 结果神写明什么 神就写明 异象给他 而且 吩咐他说 把这个异象呢 要很清楚的 写在板上 让大家呢 容易读 容易看见 我们今天在 哈维上 开车 大家有没有看到 有很多很多的 大看板 大招牌 那你也不要 费神 对不对 亲眼就看见 哇 亲眼足处 写着什么 所以呢 上帝希望 他的 这个 旨意呢 能够让世人明白 可是这里 上帝说的一句话 什么话呢 上帝 二章三节说 因为这末世 有一定的日期 快要应验 并不虚晃 虽然持言 还要等候 因为必然临到 不再持言 上帝说 我有我的时间份 你不要着急 你不要着急 弟兄 人们 你所关心的事情 上帝都知道 上帝也都关心 可是呢 上帝有他的计划 有他的时间 如果我们了解 哈巴古书 跟耶利米的是同时期 那哈巴古书呢 这个先知呢 也跟耶利 这个戴伊里书的 戴伊里先知呢 也几乎同个时期 那戴伊里先知呢 他也是一个代导者 也是一个守望者 那戴伊里先知呢 他在戴伊里书第二章呢 就像我们书说 尼布加尼萨王呢 他做了一个梦 一个义梦 梦见什么 梦见一个人像 又高又壮啊 结果这个人像的身体呢 每一部分材料都不同 头呢是金的 胸呢是银的 肚子呢是铜的 然后大腿呢是铁的 然后脚丫子呢 是半铁半泥的 结果戴伊呢 他就为尼布加尼萨王 所见到的意象呢 替他解梦 解什么梦呢 就解说 王啊王啊 王啊你所梦见的 这个金头呢就是你 你就是巴比伦大帝国的皇帝 国王啊就是你 可是啊 你这个国家的寿命 多少年啊 一个身体来讲 头有多短 最短的 所以呢 我要兴起巴比伦帝国 然后呢 马代波斯大帝国 希腊大帝国 跟东罗马 西东瓦大帝国 那你呢 在立国当中呢 你是什么 你是最短最短的 所以啊 上帝呢 也跟哈巴谷说 他说我有时间的 我有日期的 那时间日期呢 哈巴谷没有很清楚 知道说是七十年 耶利米呢 他就打过当中 知道说 上帝只让巴比伦 巴比伦立国 存在几年 七十年 七十年 虽然他国家 是这么的坚固 雄伟呢 是不可被筹敌 攻破的一个大城市 可是呢 神最后就兴起马代人 兴起波斯人呢 把他的护城河呀 从上流给改道 从改道 结果呢 这个马代波斯 立国的军人呢 就有水道呢 就进城墙 结果一夜之间呢 就把巴比伦立国 全部给毁灭了 因为擎贼先擎王嘛 所以王波萨萨王 一被抓住呢 全国就投降了 所以 上帝呢 就跟哈巴谷讲说 我有时间的 我有时间的 我呢 虽然 先让迦勒底人 来惩罚 管制 犹大国的恶人 那我呢 也不会放过迦勒底人的 我要刑罚他 为什么呢 因为迦勒底人呢 他犯了五大的错误 来请打开 迦勒底人的五大错误 上帝说 你有五个灾祸 五个灾祸 把那个PPP找出来 上帝说 迦勒底人有五大罪状 他是罪有应得 我要刑罚他 我要审判他 所以 来找出来的 就是五大灾祸 五大灾祸 所以上帝呢 你看看 上帝啊 在天上建成 我们世人啊 或国家啊 做哪些恶事 上帝知道吗 上帝全部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上帝都记录在天上 所以这五大灾祸呢 上帝就在第二章 他报复第二章呢 第四节一直到第十九节 述说了迦勒底人 就是巴基伦 这个国家的五大灾祸 这个五大灾祸的最后一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先看一下 就是他们拜偶像 拜偶像 因为迦勒底呢 他是一个偶像灵力 妙语冲刺的 迷信的国家 然后呢 第二章的十八节呢 上帝说 他们所雕刻的偶像呢 然后没有任何的益处 都是虚晃的 然后世人呢 却依靠这些雕刻出来的偶像 不会有任何的益处 然后这些偶像呢 还有这些雕刻偶像的人呢 都有祸了 都有祸了 都要变成毫无气息 好来看一下啊 所以来放大一点啊 所以第五祸呢 就是偶像 只有耶和华神 真神 其他的神明呢 都是偶像 这是他第一个 第五个灾祸 就是他拜的都是偶像 对他自己没有任何帮助 然后第一个灾祸是什么 就是巴比伦呢 他抢夺 吞并很多的国家 然后上帝说什么 他将来呢 要被各国的渔民 给抢夺 他抢夺了各国的精英财宝 大家叫打仗啊 打仗不但是杀人呢 而且要把 所有国家跟人民的精英财宝 全部抢过去 所以巴比伦立国 非常非常的富有 非常的有钱 因为他抢夺各国的钱 那上帝说什么 将来呢 他要被各国的渔民 剩余的 没有被杀的渔民呢 给抢夺 所以将来呢 巴比伦立国 要被攻打的时候呢 要衰败的时候呢 如果各国的渔民呢 也去抢他的钱 抢他的财宝 然后第二个货是什么 他说他减除 他杀了很多很多人的性命呢 他最后呢 自害己命 第三个货呢 就是他有很多的劳度呢 很多的积蓄啊 结果呢 这些金银采访呢 都要转眼成空 可是呢 神的知识呢 需要变满全地 就如同水 变满阳海一般 所以 真理啊 是永远存在着 是永远不会改变 不会废去的 可是人的劳碌 你不管拥有金山银山 散了之间 就要归无有 然后呢 第四个货呢 就是巴比伦的杯 和神的杯 那到底我们要选择 喝哪一个杯 哪一个杯 第五个就是 偶像跟真神 所以 哈巴谷呢 他就很清楚的 把神对 巴比伦国的罪恶呢 就书写了五大罪状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恶人的结局呢 终必归于无有 归于无有 而且呢 他的结局是非常的 凄凉跟悲惨的 结果上帝 在众仙之书 都告诉我们 巴比伦呢 不在 巴比伦 巴比伦啊 就是 巴比伦这个城市啊 不再成为 成为一个 很大的 很繁荣的城市 所以你看 萨达姆 这边 他一心一意呢 要建造 巴格达 要建造 巴比伦 结果呢 根本没有机会 所以你就看到 神掌管 神 神掌管一切的 好 我们再回到 大罐来看吧 所以 哈巴比伦呢 就得着这样的意象 得着这样的意象 就是恶人呢 就一定会 遭到灭亡 那义人呢 却有路可走 神给他们一条出路 什么出路呢 大家 把那个 义人 因信得生的 PT找出来 二章四节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基督信仰 一个非常的 基要的真理 就是 义人 因信得生 大家来念 为义人 因信得生 当然 义人到底是谁 认为你是义人 很多人是自己认为 自己是义人 法利塞人呢 都认为说 我是义人 耶稣基督说什么 法利塞人都是假冒为善的 表面上看 是义人 自己嘴巴说 自己是义人 结果呢 都是心里是非常狠毒 非常邪恶的 非常贪婪跟自私的 所以这个义人怎么看呢 乃是神看为的义人 这样的义人呢 必因信得生 因这信 上帝 因这信 神的话语呢 你就要得救 就要得生命 在仇敌呢 要来毁灭国家的时候呢 这些义人呢 要性命得到保全 比方说 但以理呢 他的性命 有没有得到保全 但以理的性命 还有他三个朋友 大家非常熟悉的 对不对 他的性命得到保全 然后呢 还有一万人 被掳到 巴比伦帝国的 那些人的生命 也得到保全 所以呢 这些人 都是被上帝 看为义人的 还有耶利米呢 他也被掳了 他的秘书叫巴路呢 也被掳了 性命都得到保全 那请问哈巴谷的性命 有没有得到保全呢 也得到保全了 这些人 都是义人 那他们为什么会 得到保全性命呢 因为他们信上帝的话 所以他们就 为一人 因信得生 那个为 我们的英文呢 又翻译成 只有 只有一人 因信得生 所以这是 哈巴谷呢 他等候上帝的结果 好 我们来看第三段 请回到大方 哈巴谷呢 他得到这些答案之后呢 他就回应耶和华 如何回应呢 他用唱歌来回应 所以我的A写什么 歌求耶和华 复兴作为 哇 他一得到答案之后呢 他就 情不至今的 就唱起歌来了 因为他本身呢 就是立位人 在设定当中呢 会唱歌 所以也许还会作曲 结果呢 第三章第一节 他就说 先知哈巴谷的祷告 调用琉璃歌 可是他是用了一个 大家所熟悉的 琉璃歌的旋律曲调呢 他呢 就填上了 第三章的所有的歌词 这歌词也相当长 内容非常的非常的丰富 所以呢 他是歌求耶和华 求耶和华什么呢 求耶和华你复兴你的作为 那神的作为有哪些 神就感动哈巴谷 从摩西的时代呢 开始思想 神怎么样的拯救 神的选民 然后神怎么样的 帮助神的选民呢 善而又胜 实在满掉神的怜民 满掉神的权柄 满掉神的能力 让哈巴谷一想到 古时的神的作为呢 就充满了歌颂跟赞美 因为神实在是信实 神实在是荣耀 神实在是配得颂赞的神 因为他是同管万有 而且呢 他是无所不胜 无所不胜 无所不胜 所以他就在诗歌当中呢 就宣告上帝啊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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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知道上帝呢 要兴起巴比伦帝国来审判 他没有拒绝 没有抗议 他如何 看一下第三章啊 第三章 第三章 你看 第三章的第二节 这里先说什么呢 耶和华 我听见你的名声 就惧怕 不是在惧怕 加了个人了 而惧怕谁 惧怕上帝 我们 基督徒 应该是 什么都不怕 不怕鬼 也不怕灾祸 单单怕谁 单单怕上帝 然后他说 耶和华 求你在这些年间 复兴你的作为 复兴你以前的作为 就是在摩西那个时代呢 叫红海分开 在约书亚的时代呢 叫太阳啊 停住 月亮啊 止息 所以呢 太阳月亮 就曾经呢 停止一天之久 将近二十四小时 所以天文学家呢 已经告诉我们 在地球的太阳的时间轴当中呢 整整少掉 将近二十四小时 所以这是很奇妙的 所以他把鬼就祷告 上帝啊求你 求你复兴那样的作为 让玉业可以停住 让红海可以分开 让你的荣耀可以大大的彰显 让我们更敬畏你 请送在你 所以呢 他就欢迎耶稣来 欢迎上帝来 欢迎上帝来 所以他就透过唱歌呢 来表明他的期盼 表明他的同意 所以来回到大方 我们就马上回大方 来我们来看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第一是什么 信从耶和华审判世间 他就完全信靠顺服了 没有自己的选择 没有自己的意见了 他完全信从神 我们看第三章 第三章的第十六节 你看他还是敬畏 非常敬畏 所以哈巴古呢 他不怕仇敌了 也不怕灌难了 他当然怕什么 怕上帝 上帝 所以三章的第十六节说 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 身体占尽 嘴唇发占 鼓中朽难 我在所立之处 占尽 他还占尽在哪里 还站在手望楼上 你看 警醒祷告 警醒等候 而且呢 警醒回应神 我只可 还没有练完 我只可安静 回到刚才的 我只可安静等候 大家说 灾难之日临到 犯罪之名上海 他知道神有时间 神有时间 神还宽容 希望犹大国能够悔改 回改 如果不悔改的结果 神就如何呢 神就让灾难来临 神就让大军呢 压境 然后犹大国呢 就悟无暗哉 就亡国了 虽然如此呢 上帝却提醒 他把我说什么 你看十七节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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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很棒很棒的经文 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 常常来引用的经文 三章十七节 虽然 虽然 胡花果树 不花瓦 葡萄树 不结果 海南树 也不效力 甜蜜 不出粮食 天中绝粮羊 彭内也没有牛 你看 何等的悲惨 凄粮啊 你看 什么都没了 因为战争一来的话呢 情况还有这些吗 就要绝粮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下一节 十八节 说什么 感谢神 哈巴谷呢 他拥抱神 他寻求神 他得着答案了 神是拯救他的神 所以他说 我要因耶和华 欢心 因救我的上帝喜乐 所以呢 他在 不可能喜乐的时候呢 他欢心喜乐 结果呢 他之前是 先天下之忧而忧 现在呢 是先天下之乐而乐 他先尝到救恩的喜乐了 结果呢 十九节 就是我们 使母教大家 背的今晚了 来我们来念十九节 主因和华 是我的意料 他扯我的脚 快如 抹露的皮 又是我 狠心在高处 好 我们好好去思想 你看 世界各地啊 目前都有犹太人 对不对 只要犹太人 像我目前美国来讲 你说华尔街是谁掌管的 犹太人 你说这个 媒体界是谁掌管的 甚至政治圈呢 谁掌管的 几乎都是犹太人 所以犹太人呢 目前是不是他的脚快如 母洛提 是不是稳行在高处 神让犹太人 居上不居下 坐稳 手不坐稳 而且是稳行在高处 同样的 神呢 让以色列在 1948年5月14号 复活 今年是第七十周年 很多人 世界各地有很多人呢 5月份要去耶路撒冷 庆祝 以色列复活七十年 所以呢 以色列复活之后呢 请问大家 是不是稳行在高处 安稳如泰山啊 是毫不动摇啊 不管阿拉伯联邦呢 如何来恐吓他 侵犯他 攻击他 可是呢 他如同 母洛提 而且呢 是稳行在高处 在高处当中呢 跳跃 在高处当中呢 这个 他的脚快如 母洛提 非常开心的跳跃啊 而且是 安稳的 这就是我们神的救恩 所以哈巴古 哈巴古呢 他是一个祷告 在祷告的人 虽然神 好像没有马上回应祷告 他呢 不灰心 继续怎么样 继续祷告 而且呢 还要找一个 安静的地方 在那里呢 警醒守望 等候 结果神呢 跟他回应了 他心中的答案之后呢 结果他就唱歌了 也就哑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那我们心中呢 也能够唱这样一个 得胜的凯歌 因为呢 哈巴古 他因性 得胜 而且呢 平性 得胜 所以他能够唱的 不再是哀歌 而是唱凯歌 阿里路亚 我们来祷告 主我们知道 我们的人生 从小到大 实在充满着 眼泪 叹息 甚至 还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 安身 埋怨 天父 求你 教导我们 帮助我们 能够学习 哈巴古 不至于 怀疑神 而是 认真的 彻底的 来求告 明白神的旨意 天父 也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像哈巴古一样 懂得 用唱歌 来回应神 透过唱歌 试着祷告 来 思想神的作为 来期盼 神的 神的掌管 也 甘叛望 主耶和华 你为我们 预备的 这个 救恩 让我们能够 经历到 得救的乐歌 四面 怀恶我们 我们感恩 赞美 如是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名 明镜 明镜 明镜